火焰牛角星卡車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姐 文化頻道 今天再度回到我們的 阿拉斯加斯基卡車模擬器 喔沒錯 這次張女推出了正式的版本 而且這次有中文好多啦 欸可以繼續耶 那我是不是可以繼續開始 唉唷 有延續我們的任務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吧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正式版本 有多一些什麼東西 好不好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出發前往阿拉斯加 OK 跟我們進來遊戲囉 有時候不一樣嗎 我來看一下 地圖的話呢 我記得 我之前在玩試玩版的時候 這一條這個冰凍的路呢 是鎖起來的 那說只有冬天才可以走 那現在應該是都可以走了 那這邊呢 有一個天賦系統 燃料成本降低 或者是卡車可以用的比較高級 應該就可以跑得更遠吧 還有修車之類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任務是怎麼樣 他說也可以從這邊接啦 生育太低 哈哈哈哈 天啊 我們等級太低是不是 那他也有叫我要回去走步 不如我們就先開車回去走步 看看那邊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接吧 好 來 登上我們的車車 感覺要多了滿多東西的耶 像這個差速器也有 還有加熱器 因為這裡畢竟是阿拉斯加嘛 會比較冷一點點 好 給我 煞車給它放掉 好 出發 那我們先回走步吧 走步其實離我們很近啦 然後我已經要把這個 交通的流量開到最高了 但是 各位你看看 還是沒什麼車子啊 可能這個區域比較偏僻吧 我在猜 也許在那個北邊那邊 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欸 有了 一台 哈哈哈哈 各位 我們抵達 總部 然後我還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 等下弄給你們看 我們還可以擴大我們的總部耶 然後我們還有辦公室 可以使用電腦 還有這個維修卡車的 OK 車子關掉 我記得上次我們來 好像進去沒有什麼功能的樣子 先來看看我們有什麼差別 喔 這裡 喔 這裡就是我們電腦喔 哇賽 看第一個 卡車經銷商 這個就是可以買的啦 對不對 不同的卡車這樣子 三萬五千塊 我現在有多少錢 我現在有 一萬一 喔 啊 之後還有分等級二 等級三 等級四 所以等級越高 我們就可以買到更多卡車 還有特別呢 哇 這可以買嗎 要下載DLC才可以是不是 A few minutes later 好的 各位 我剛剛買了它的DLC 就可以了 大概花了五十幾塊 我們來開這台火焰牛角新卡車 嘿嘿 購買新卡車要有額外的車位 怎麼買車位呢 管理總部 喔 所以這邊你看修理廠 建構的話要有一萬塊喔 我現在剩一萬三千七百二十 然後工廠裡面還可以訂製 哇 都是錢耶 所以你要蠻認真的賺錢才有辦法的 欸 停車一個是兩千塊 那這個我們可能必須買一下好不好 兩千美元開蕾 喔 多了一個車庫了啦 喔 它還可以再升級耶 先不要 然後還有輪胎修理廠五千美元 然後這邊還有工作 我們來看一下喔 工作就是跟我們一般看到的 是一樣的 那這邊其實可以點這個可用訂單 你就知道你有哪些路線可以跑 我們待會來跑一個比較北邊一點 看有沒有機會來走這一段路線看看 好 這邊啊 銀行 銀行應該是可以貸款啦 通常呢 這種貸款 你如果沒有繼續玩 通常是會破產的 所以我們先不要貸款吧 OK 買完車子了 那咱們去吧 欸 這個可能等之後 我們有錢一點再來規劃吧 畢竟它還有蠻多要修的嘛對不對 那我們把我們這台車停去車庫 就可以開我們的火焰牛角車了 帥 他剛剛說還可以升級嘛 升級不曉得會變怎麼樣 是屋頂嗎 還是什麼燈光嗎 等等之類的 變得不一樣 這就不懂嘛 感動萬分啊 我們終於有了新車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子有沒有長得不一樣 看起來操縱好像都一樣 只是外殼長得不一樣而已 那有一個新的東西給大家看一下 欸 居然可以趴在後面耶 所以你也不一定說要去Motel 或者是Hotel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睡覺 補充你的體力 這邊還有集中箱 可以放一些你的東西啊 衣服啊 等等的 然後這邊有微波爐 但我們目前好像沒有那個 可以烹煮的一些東西喔 所以待會兒如果去商店的話 我們可以再去看看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這邊可以睡覺休息 不過我們待會兒如果呢 有經過Motel或Hotel 我們來再去看一下 看看會變怎麼樣 然後那工作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就直接跑遠一點吧 對不對 畢竟我們想要看這種極寒的地方啊 所以 喔 這裡有耶 不過我要自己先過去 這邊有一個垃圾可以撿 那各位 我就自己先跑到這邊 等一下我們在運送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看這個 回來的路線會長得怎麼樣 等等見 好的 各位我們現在呢 已經到這個北邊的這個路上了 當然離我們要載的那個貨呢 還是相當的遠 但是沿途呢 都有一些景點 所以我們就特別從這個地方開始來看 現在這個溫度呢是8.6度而已 不過有可能是因為現在剛好是介於春天之間喔 如果想要看到有結冰 可能要在冬天吧 我再猜啦 知道再往那邊過去呢 會不會看到更壯碩的風景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地圖 這邊我們即將來到第一個景點 叫做道爾頓公路 然後後面呢還有玉空河大橋 最特別的是手指山 這個我還蠻想看看的喔 然後這邊還有北極圈 連接岩石景區 北極跨機構遊客中心喔 想必這邊應該蠻熱鬧的 好 陸續 我們陸續往上走 哇 好遠耶 哇 各位看一下旁邊 有這種管線喔 這個不曉得是運送什麼的 我記得我們之前在玩歐卡 不曉得在某一段的路線上 也有看到這個 然後我發現這一台卡車呢 相當的省油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花錢的關係 特別的省油 那現在時間呢已經來到晚上11點多了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看可不可以 欸 我過了 欸 我過了耶 蛤 什麼 欸 我過了怎麼可能 我下來看一下 馬上被車撞死 沒事沒事 蛤 奧爾頓公路在哪裡 喔 這邊可以看了是吧 你在一個景點但沒有相機 買一台相機來拍照吧 可惡 我沒有拿相機啦 而且旁邊看到的這個就是特殊的嘛 對不對 齁 好好好 走走走走 我們沿途如果遇到商店我們再買一下 下一站 下一站 玉空河大橋 欸 溫度變低了耶 現在是7.3度耶 說不定待會入夜之後就變成0度以下了 大家都開燈了耶 我也開個燈吧 喔 開遠燈 好亮啊 欸 看來快要到了喔 前面這個應該就是一個跨海大橋 各位有嗎 有照幹嘛 好 一樣 那邊可以踩 不過我們沒有照相機我就不去踩了 這邊有沒有商店啊 沒有 喔 河岸露營 好 我們繼續往下一個 到了 好了 這是我們的五指山 喔 因為就是前面那個喔 剛好這邊可以繞一圈 我們先繞一下 把車給繞好 它其實這個就是一個休息站耶 對不對 這邊可以上廁所啊 不過這個遊戲似乎是不用上廁所 如果還要上廁所就更厲害了 OK 所以從這邊看的確是有像五指山 下一個是北極圈 好不好 欸 真的 溫度好像越來越低了 現在變成7度了 好了 北極圈來了 欸 我發現它這個每個景點 都是休息站耶 喔 這邊有做一個量體 可以在這邊 北極圈 喔 阿拉斯加 其實這一款的風景呢 我覺得它後半部呢 比我之前美卡拍的那一部分還要好 好了 又來到了下一個景點 就是這個喔 連接的岩石喔 Connection Rock 喔 這邊變6.9了耶 喔 就這一顆喔 沒錯耶 真的耶 一顆石頭也可以當整一個景點 也是蠻厲害的 好 下一個遊客中心 啊 怎麼都沒人啊 呵呵呵 起碼停個幾台車 來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樣都是休息站啦 不錯 有可能是現在太晚了啦 對不對 畢竟是凌晨了啦 所以這邊沒有人 然後我覺得我們可以稍微去休息一下 在我們的後面喔 汽車旅館 我們去睡一下 順便看看它旅館是長怎麼樣 發現洞角鎮 哎呀 好酷的名字 欸 我升級了耶 難得可以升級啊 喔 來到這邊感覺就比較休息的感覺 比較沒那麼可怕 擠得不犯 我應該先學什麼呢 我現在只能用左邊右邊這樣子 允許移出倒下樹 喔 這麼酷喔 還有這個喔 羅德賽 OK喔 來 看一下怎麼睡覺 喔 是選擇時間的啦 那我覺得我們剛好拉到早上好了 好睡了 蛤 就這樣喔 我以為可以進去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OK 那現在剛好下雨我們趕快出發吧 下雨這個又濕又冷 現在溫度呢 早上又來到10度多 所以晚上的時候大概是6度7度左右 好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往上衝 衝到這裡了 現在我們已經慢慢接近我們的距離 所以還很遠 哇 旁邊這個不曉得是河還是海 這裡我在拆擾這個路段 應該在冬天的時候 應該是整個都夾邊的 還是都雪嗎 那我可憐 各位我們看一下外面的感覺 喔 有沒有覺得冷啊 我覺得有耶 而且這管子真的有夠長耶 你看從我們前面的時候 就一直延續到這邊 各位我們最後目的地道路 你想要後面這裡居然有工廠耶 而且感覺真的都是在做有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們來到普拉德貨灣 好 我們去接接貨吧 但我可沒有打算再送回去 因為好遠喔 這地圖實在是有點大 可以用喇叭進入室內 哇 這裡可以維修的啊 那也可以訂製 可以烤火焰 整個變柯博文了是不是 輪胎也都可以換 那這邊也可以做加油 還有買東西的部分 算是還OK啦 哈囉 老闆 OK就是這個 我們來接接看 啊 就是旁邊這個啊 那我們買個照相機來看看 老闆有沒有賣照相機 有耶 有賣照相機的200塊一個 那基本上喔 這款遊戲呢 還會遇到卡車壞掉 或者是怎麼之類的 但是我們目前開的這一檔都沒有壞掉 OK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這一款阿拉斯加的 汽車司機模擬器呢 就玩到這邊做個結束啦 也非常感謝遊戲公司 贊助我們這個遊戲 整體上呢 就是讓大家體驗一下 來載貨 開在這個阿拉斯加 冰天雪地的道路上 是什麼感覺 好吧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自己體驗看看 我們就玩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